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来到湾仔 保陵顿道 鹅颈熟食中心 它是全香港第一个街市里的熟食中心 很旧式的 以前是露天的 十几年前才改建 现在还有冷气 吃得舒服很多 这间清真惠记 1946年做到现在 第三代 由大排档做起 1982年才搬到这里 眨眼又过了三十多年 香港地 不少熟食中心又或者冬菇亭里的店铺 都有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 见证着大排档的演变 这间店铺 招牌和餐牌上都有一个清真标志 代表着他们是一间有清真认证的餐厅 教徒可以放心在这里用餐 现在全香港只有68间这类型的餐厅 讲到清真认证 很多观众都知道 真是不可以有猪肉和酒精 但其实不止这么简单 他们对食材的卫生都有特别的要求 例如一些已经病了或者死了的动物 家禽都不会逃宰 所以在食材品质上都有一定保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规条 但蝙蝠有限 我们讲回一些东西好不好吃 第一样必是的就是咖喱羊 鲜体卖相 豪迈奔放 碗咖喱直接插在白饭上面 咖喱汁好像火山爆发的熔岩 流入饭里 汁相当稠 有很多洋葱 应该有些贵皮 味道很香 不算太油 送饭一流 这种咖喱也不会太辣 大量全熟的洋葱会令它比较香甜 这是清真咖喱其中一个明显的特色 咖喱里面有个薯仔 它就不是放在咖喱汁一起炆那种 是整熟放在一边备用 上菜才放在碗汁里那种 所以薯仔就不会很软 也不会入味 我就不喜欢这样 但它是故意地做的 接着就看看羊肉 餐牌说明是有骨 有骨其实也没什么所谓 但是肉也炆得不酸 而且很多块都是连着很硬的筋膜 完全咬不开 质地我觉得不合格 味道挺好 有洋味得来也不会太酥 这里另一样招牌菜是烧鸭 大家没听错 就是香港人日常吃开的烧鸭 几十年前第一代老板就已经有卖烧尾 老实说看样子就不算太帥 但吃下有惊喜 第一,烧鸭是热的 第二,鸭皮竟然是脆的 这样的价钱吃到这样的烧鸭 我直到感动到想哭 不过这样,肉质就不算很细嫩 醃料又不算很入味 中规中矩 如果不是合适时间 放久了,冷了,淋了 这只鸭就只是正常 今天我这碟就算中上 给个提示大家 烧鸭饭加咖喱汁 不用加钱 会吃一定是这样吃 为了拍片 我们再叫多两碟东西 内不久也有观众留言 你们两个人叫这么多东西 餐餐吃不就胖死 其实我也想拍着白饭说十分钟 成本还低很多 但要影片好看是要做内容 不是每次抽水说哪个艺人 偷吃烧鸭皮就可以 这碟咖喱牛 时间也差一点,不够腍 咖喱汁跟刚才那碟羊不一样 这个汁稀少少 香料味淡一点 然后又咸一点 古法蝦子柚皮 20元大大份 很划算 蝦子分量不算很多 而且这只蝦子也不算很香 略带腥味 这个价位我都收货 第一口吃到口 爆了汤汁 这个柚皮是用上汤灰的 柚皮好像海绵 吸收了汤 好入味 質地上 我就觉得味不够腍 这一点就好个人 有些人不喜欢东西一匹匹 这种质地就刚好 总括来说都算好吃 这间店铺开了几十年 出名 连外国游客都会上来 老实说 服店在香港做不到几十年 一两年就倒闭了 这间可以由1946年做到现在 一定有它的吸引之处 今天说到这里 记得订阅、赞好、打表情符号 下次见 拜拜